芒果台大型军女真人秀节目《真正男子汉》即向于4月10号播出 3月17号,芒果台宣布许三多王宝强加盟《真正男子汉》 让网友对其他明星阵容倍感期待 而在当天,节目组再发猛料宣布第二位加盟《男子汉》的嘉宾 他就是曾出演电影版《北京爱情故事》里颂歌的扮演者刘浩然 据小编了解,导演组织所以选择这位小鲜肉 是看到了他的朝气蓬勃非常符合军人的气质 而这个不到18岁的小鲜肉来参加《真正男子汉》的初衷也是非常纯粹 因为那会儿我在上学,然后就是听公司姐姐他们说的 然后当时一听是这个军事题材的 然后当时就问,说是能摸枪吗,有真枪吗 然后他们说有真枪可以打,然后就过来了 然后就在我的思维中感觉男孩从17岁到18岁 其实应该是个智着飞跃的,因为成年了 然后可以被叫成男人了 自己就是想把这个节目,这个训练,这次历练 当成自己的一个小的成人礼吧 作为节目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哈然面对严格的军事化训练感到有些不适应 而最让他崩溃的一点却是睡不够 因为我平时我是特别爱睡觉 我一天基本就是9个小时到10个小时的睡眠 然后当时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当时我就是,当时他们告诉我们休息时间是很充足的 结果不是 结果进去之后就发现完全被骗了 然后找人还根本就找不到只有教官 虽然高强度的训练让浩然有些吃不消 但是浩然表示,节目里的艺人都是自己的偶像 尤其是王宝强对他就照顾有加,给他支了不少的招 因为宝强哥是接受过这些军事化训练的 他有告诉我说军队的话其实最主要就是服从 就不管教官说什么都要服从 所以说后来慢慢就会习惯一点 我之前是早饭什么的时候就是 就是我之前因为睡觉嘛睡很多 然后早饭基本都不吃了 后来刚进部队的时候其实是不太习惯吃早饭的 对啊,后来宝强哥的女人就说你赶紧把早饭要吃饱点 不然你一天训练下来真的就躺了 真正男子汉的军营生活对于还未满18岁的刘浩然来说 就是从男孩成长为男子汉的过程 若想看到小鲜肉的完美蛻变 那就千万不要错过芒果台4月10号播出的真正男子汉了 芒果浪新闻将会继续为您一一揭晓 真正男子汉其他明星阵容以及相关报道